第1577集 谁说我不通佛法 不是曾一暗自天一对抗过神僧吗 他执意要神游菩萨欲 要接引安妙依回来 苦辞一正 好吧 你可以尝试 但若失败 请立刻归返 不然可能会神灭 只留一句空巧 叶凡口中大喝了一声暗自天音 宇宙初开 天地已出始 万物出生 他要强行进入神秘的菩萨精神领域中 在其背后 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 神光普照 却不是佛像 让苦辞与一干老僧一阵无言 别人是斩暗自天音 背后呈现一尊佛陀 代表了理尽与尊从 而他背后却是自己 是太自我了 还是说他不尊天地 心中只有自己的道 连一干老僧都忍不住付匪 这样的道太过的强势 所要进军的先路注定霸裂 将来多半要遭天前 宇宙天音与佛共鸣 叶凡身后的身影宛如一尊魔神 双眸犀利 黑发披散 而后强行撕开一道精神领域 迈步而入 这是佛教特别的精神场域 外人难以入内 唯有悟道的神僧 才能神游进来 叶凡刚一进来 就感觉到一种神圣与祥和 有一些神僧罗汉等 盘坐石崖上 更有一些行走 古刹深山中 各种影迹都很模糊 但却给人很真实的感觉 禅场不绝 悠悠传来 叶凡路过古刹 穿行过一片远古战场 在这片精神场域中 寻找安妙医 不久 见到一片僧人 席地而坐 口诵真经 前方有大佛印记 需要顶礼摩拜 叶凡到来显得格格不入 口中只诵自己真名 不念佛陀号 不遵这里的一切 何人闯乐土 亵渎菩萨界 为何不拜诸天菩萨 不敬古佛 我为什么要拜 佛陀都说 每个人都有佛性 人人皆可成佛 遵自己就够了 真佛无需忍拜 你是在质疑神明 说前贤为假佛吗 一个威严的声音从高空传来 强大的压力都落下 叶凡没有说话 直接一拳就轰了上去 开始送自己的经 竟要在这里 度化各种菩萨神僧的印记 这是什么人 不拜 菩萨 不敬佛陀 只存自己 一些罗汉的神念 同时扫来 叶凡的金色神念如刀 抛开了天穷 这是一片属于精神与神念的场域 是虚幻的天地 所感所见 不一定为真 是前贤残缺不全的印记著成 威严的声音消失了 这天地都清明了不少 四方罗汉诧异 全都忘了 叶凡没有停留 所见的金身罗汉 不知是几千几万年前的烙印 不是清晰的神石 难有什么深层次的沟通 这像是一个破败的世界 一些大佛印记前 具有不少神僧 而更为广袤的地域 却是一片荒凉 当然 也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能畅通无阻 有的古叉 圣庙光芒灿烂 照亮了整片乾坤 划破云霄 立于最巍峨的大山上 这种地方很难进 有真佛 较为无损的烙印 有一些禁地 叶凡都只能绕着走 佛音如雷鸣的圣山 大庙辉弘 佛光万丈 他清晰地见到了几尊古佛 宛如盘坐远古前 跨越时空在讲道 佛教还真是不可测 千贤开创了一个精神场域 斩道后的人深层次入定 便有机会入内 在此悟道 以其将来得证菩萨果未等 据传 这个精神场域 以须弥山的无穷念力为机 辐射而出 兰陀寺 这个地方的信仰力 与须弥山相比中是差了很多 不能相提并论 若是在须弥山 可能真身进入一个奇异的场域世界 会发生更为奇妙的事 因为须弥山有一地 精神场域实质化 能容得真身前往 宛如神界 而今身在兰陀寺 所见所感算不得清晰 许多地方都很模糊 不可同日而语 绕过大片的古战场 走过无穷的大地 也反一无所获 根本就没有看到安妙依的身影 不知他神游在何方 当身处这片场域身处后 遍地都是金色莲花 道痕如履 穿插交织 行走艰难 这是 他终于有所觉 看到了一个小石庵 坐落一个灵湖畔 金色的湖水 似融化的黄金 这是纯粹的精神能量 是这个奇异乐土的本源之一 这里有安妙依留下的痕迹 一块卧牛状的青石上刻有他的印记 曾在此悟到 八灭真惊 叶凡自语 猝了猝眉头 这是要断红尘的经文 清静出世 他虽不曾翻阅 但却曾听闻 经文中有说 若有众生多念 常念恭敬八灭菩萨 便得离情 叶凡前行 不久后又见一股叉 有安妙依的道痕 曾在此修神书法身 去念展望 亦是重出世观 大前世纪 红尘虚往 不敬有够 常观仙台 明镜如琉璃 化解人心各种念 更有白骨观 这是离尘 初始 斩断红尘的法门 晋升到 无欲 无念 无敬 超脱出大世界 叶凡担忧 这样的法门修行后 那可真是远离了 人间的一切 跳脱了出去 可是能成功吗 真能做到 这一步的人 只有九天上的先 人怎么可能 走到这一步 太过的超脱了 佛门修来生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他不知晓 若是这样做了 这一世 怎么都像是空空一片 虚幻异常 叶凡追寻他的踪迹 大声呼唤着妙仪 却不能得见 连过菩萨地 又闯古佛涅槃古 彻底失去了他的痕迹 叶凡送自己的经 呼唤他的神念 想与他精神交感 将他渡回来 忽然 他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走过一片上古废墟地 前方断崖横足 银海滔天 一片石脉横梗 挡住神秘的银海 他恍惚间见到一个利盈 一昧飘动 纵神跃了进去 过去海 叶凡急忙忙地冲来 山崖上有这样三个大字 写清了银色海洋的名字 一望无银 哪里还有什么利人 分明看到了 那应该是很久以前 所留的烙印吧 他从这里跃身而入 叶凡自语 想要下海 但是却感觉到 莫大的危机 与他的道 格格不入 我不相信过去 不休来生 只信今世无敌 便可以永恒下去 这片海 名为过去 我没有办法入内 与我道冲 他溢立在绝崖上 皱着眉头 而后豁然长笑 大步向前 我坚信自己的道 什么过去海 一切都是虚幻的 横扫今生无敌 一路大江过去 那么我的脚下 就是当时不小路 叶凡为了寻安妙依 不顾危险纵身入海 一拳轰出 天崩地裂 这银色的深海 都被蒸干出一片区域 不能拦阻它 实障范围内 什么都不能近身 佛光普照亦无恙 金色莲花盛开 道横万缕 也难断其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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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